台灣約24萬人都收到這封簡訊 提醒您和24位磐石艦武漢肺炎確診者 曾同時出入某一個地方 地點遍及十三縣市 面對疫情來勢洶洶 病毒很可能就潛伏在你我身邊 那社區感染防線守得住嗎 我想這些軍艦的官兵回到家以後 跟家人或者是親密的朋友 有密切接觸 他們才是最可能被傳染的對象 那至於說這些官兵帶了病毒 是不是會傳染給其他社區的人 就是有待觀察 因為我們以前的經驗看起來就是 像郵輪下岸以後的遊客 他是在戶外空間跟台灣人有接觸 那我們的澳洲音樂家 他也是帶病毒也是有接觸 可是這種不是親密接觸 大部分是公共產生的接觸 結果他們傳染性看起來是不高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說 那個官兵下來以後 他不一定會造成社區一個很大的 那個本土感染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跟他有親密接觸的人 才比較重要 會不會引爆大規模社區感染 專家認為還需要再觀察 但確診官兵中其中有些是 無症狀患者是否增加了防疫困難度 無症狀感染者會傳染病毒 然後造成擴大社區感染的可能性 是一直存在的 但是他發生的距離似乎是不高 就是如果所有的民眾都能夠加強防疫的意識 做好自己的一個戴口罩 勤洗手這類的個量防護措施的話 即使有無症狀的感染者在社區也不一定會造成很大疫情的風險 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文獻告訴我們 其實新冠病毒的感染 他的最感染力的最高峰 是在他感染後出現症狀後的一週內 所以他們剛好都符合 所以他們都在他們一個最旺盛可以傳播病毒的時候 回到他們各自的社區 就這樣一個牽一個 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傳染鏈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的7到14天 這些接觸者的疫調 和接觸者的篩檢 的結果如何 會是於我們接下來疫情會怎麼發展的重要關鍵 盤石劍群聚感染燒出這麼大風波 外界也都在關心究竟源頭從哪開始 多目艦隊在3月12到3月15停留帛琉 而確診個案396 4月12號開始出現頭痛 嗅覺異常症狀 不過國軍停靠期間 帛琉明明都是零確診 中間究竟發生什麼事 在帛琉接觸的人不一定就是帛琉 會不會是有其他國際的旅客 在旅館裡面有接觸 直接或間接接觸 或者是說帛琉的商店裡面 是不是有外來的 那個外籍的人士 那他可能是從他自己的母國帶病毒過來 我們都知道帛琉其實他的醫療物資是比較貧乏的 就不知道 無論源頭從哪裡開始 現階段台灣每一位民眾都得繃緊神經 戴口罩勤洗手絕不能鬆懈 團結一心對抗病毒 就因為至品禮會 接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